他们回顾了去年11月周末和罗拉懒毒事件的影响 当时许多网友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将赛桃贵和蔡波仁卷入其中 被案是两个孩子也涉毒 当时夫妻俩选择了低调处理 并没有立刻公开此事 赛阿嘎是台湾广受欢迎的YouTuber 他的妻子二伯以及他们的两个儿子赛桃贵蔡波仁 也因为频频在影片中亮相而成为网路红人 然而 最近这对夫妻公开宣布 他们决定对12名网友提起诉讼 这些网友去年11月在网路上散播谣言 指控赛阿嘎的两个孩子吸持大麻 赛阿嘎哈勃表示 身为父母 他们无法容忍这种舞蹈性的指控影响孩子的未来 因此选择法律途径来捍卫孩子的清白 赛阿嘎20日在脸书上发布了一张形式告诉状 并透露 这些网友的言论已经超越了玩笑的范畴 成为了公开的诽谤 他们指出 作为父母 有义务保护孩子不受这些无端指责的伤害 因此依然决定提出诉讼 让司法来给予公正的裁决 这起案件已经进入法律程序 部分被告陆续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赛阿嘎表示 他和家人会耐心等待法律的审理结果 并相信正义会得到伸张 此外 赛阿嘎和俄伯也拍摄了一段影片 详细解释了提告的原因 他们回顾了去年11月周末和罗拉懒毒事件的影响 当时许多网友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将赛陶柜和蔡波仁卷入其中 二一案是两个孩子也涉毒 当时夫妻娜选择了低调处理 并没有立刻公开此事 因为担心这案会引发更多不必要的关注 但他们已于2023年11月20日正式提告 赛阿嘎夫妇还与律师张思汉 新北家福中心主任林孟平 社目基金会社工和文琦 以及东吴大学社工系教授 廖美联点专业人士 讨论儿童网路霸凌的相关问题 他们希望通过这次行动 引发社会对儿童网路安全的关注 呼吁更多人参与到保护儿童的行列中来 蔡阿嘎夫妇的决定得到了许多粉丝的支持 大家纷纷留言表示 对于欺负小孩的行为绝不姑息 让那些躲在键盘后面的酸民知道 言论自由不是无限上纲的借口 为自己的言论负责 支持蔡阿嘎提告 大家对蔡阿嘎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Main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根据公司监视资料显示 董事曾圣洁和林佩甄各持股25000 捐为好战行销的主要股东 对此 顺杰茨发布了三点声明 强调自己与罗拉的币还约事件毫无关联 首先 他指出好战公司在上个月18日才成立 从时间上就能看出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联 来位YouTuber蔡阿嘎上个月突然解雇资深员工罗拉 蔡阿嘎透露 罗拉在与厂商洽谈时 利用了币还约手法 内部使用A合约 对外者用币还约和发票进行勤款 非法获利金额达罢位数 并牵涉了超过20家厂商 有罗拉名下有一间海纳百串有限公司 公司代表人与罗拉本名同名同姓 而他的关系企业好战行销股份有限公司中 顺杰茨禁与其中一名董事的姓名相同 根据公司监视资料显示 董事增顺杰和林佩甄各持股25000 均为好战行销的主要股东 对此 顺杰茨发布了三点声明 强调自己与罗拉的币还约事件毫无关联 首先他指出好战公司在上个月18日才成立 从时间上就能看出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联 其次 顺杰茨解释自己全职从事投资已超过三年 同时担任天使投资人 致力于支持创业者 提供所需资金与资源 最后 顺杰茨承认确实有投资好战公司 并强调团队准备进军短营市场 强调如果另一股东有不法行为 与好战公司团队无关 本人及好战公司团队对阿币合约事件毫不知情 也没有参与并选择任何不法行为 希望各方停止捕风捉影 盛杰石声明全文如下 本人登盛杰 盛杰石 针对近期新闻报道本人投资的公司一试涉及林佩甄罗拉 不法行为一试 曾经如下 本人及本人投资的所有公司 介于网友讨论的阿币合约事件毫无关联 绝无涉及任何不法行为 此次新闻报道中提及的 好战行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好战公司 月2024年6月18日成立 从时间点上就能看出与此事件完全无关 本人全职从事投资一三年多 同时担任天使投资人 致力于自治有需要的创业者 并在创业初期提供必要的资金和资源 为此 本人曾分别在2024年1月18日于IG账号 酷P113 以及在2024年4月19日于IG账号 AdSensei 113 发布天使投资开放申请的公告 本人投资好战公司 是为了准备进军短影音市场 另一股东若有不法行为与好战公司团队无关 再次强调 本人及好战公司团队对前述货币还月事件毫不知情 也没有任何参与 本人在此谴得任憾不法行为 感谢这位大谋与各位朋友的关心 也恳请各方人士停止捕风捉影 以免波及无辜 大家对圣洁时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V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一位法律系网友根据声明内容 猜测罗拉可能以蔡阿嘎的名义 从事了涉及伪造文书等不法行为 并且可能牵涉到金钱借贷或投资事宜 该网友指出 广国法律事务所是台湾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 蔡阿嘎选择与其合作 显示出事件的严重性非同小可 这次事件对于蔡阿嘎和其团队的影响不可小觑 蔡阿嘎作为台湾知名的YouTuber 拥有大量的粉丝和广泛的影响力 其团队成员的行为不仅代表个人 更代表整个团队的形象 6月6日晚间 知名YouTuber蔡阿嘎突然发布了一则声明 宣布解雇其团队元老罗拉 理由是对方有不法行为 这一消息迅速引发了广泛关注 并登上了各大社交媒体平台的热搜榜 法律界专业人士也纷纷表示 事件可能非常严重 否则蔡阿嘎不会寻求万国法律事务所的协助 蔡阿嘎在66晚间发布的律师函中提到 罗拉因个人的不法行为严重违反了工作规则 给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失 因此即刻终止了她的牢固关系 蔡阿嘎强调 罗拉今后不得再以公司名义进行任何活动 并表示后续一切将交由法律程序处理 尽管声明中未透露具体细节 但这一决定显然引发了各方关注和乐意 消息一传出 便在The Card等论坛引发了广泛讨论 一位法律系网友根据声明内容 猜测罗拉可能以蔡阿嘎的名义 从事了涉及伪造文书等不法行为 并且可能牵涉到金钱借贷或投资事宜 该网友指出 广国法律事务所是台湾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 蔡阿嘎选择与其合作 显示出事件的严重性非同小可 这次事件 对于蔡阿嘎和其团队的影响不可小觑 蔡阿嘎作为台湾知名的YouTuber 拥有大量的粉丝和广泛的影响力 其团队成员的行为不仅代表个人 更代表整个团队的形象 此次突然解雇罗拉 无疑在粉丝和公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议论 目前 事件的具体细节仍有在进一步揭露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这次事件提醒了所有人 特别是公众人物和其团队成员 遵守法律和道德规范的重要性 在数字时代 任何行为都可能被放大和公众审视 因此保持诚信和规范操作 对于维护个人和团队的形象至关重要 大家对于XA嘎这次的事件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在底下留言讨论 XA也为其打抱不平 一气之下把超市买到的韩国泡菜丢进河里 反韩的举动又让他知名度大开 他后来开始拍摄台语教学和搞笑影片 因其相吐气息 YouTuber蔡阿嘎和他的太太二伯 不久前到日本去度假 他们选择拍摄一部影片 挑选日本五家最让人失望的连锁餐厅 这部影片一上传 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 网友指控他们在店内的行为给台湾人丢脸 这导致蔡阿嘎最后选择下架该影片 并二度公开道歉 然而 这个争议已经演变到国际 成为日本电视台成千新闻的焦点 人们可能会好奇 蔡阿嘎一开始是如何获得如此高的人气的 回到2008年 他因为愤怒于台湾在棒球资格赛中的失败 上传了一部烧录制品牌衣服的影片 之后又碾压了一部三星手机 这些举动夸张的影片 让他在网路上走上爆红之路 2008年是蔡阿嘎初次走红的时期 当时镇指奥运八抢三棒球资格赛火热之时 台湾在与加拿大的比赛中 调捕业军张在本内被加拿大球员撞倒 身为棒球迷的蔡阿嘎 为了发泄情绪 上传了他的第一部影片 他的口音浓重 草根风味浓厚 他在一件白T恤上自行写上ROOTS 然后将它燃烧 以示对加拿大产品的抵制 之后2010年 杨书俊黑话事件爆发 在台湾引起轩人大波 全台弥漫着对韩国不满的情绪 蔡阿嘎也为其打抱不平 一气之下把超市买到的 韩国泡菜丢进盒里 反韩的举动又让他知名度大开 他后来开始拍摄台语教学和搞笑影片 因其乡土气息受到大量赞誉 是YouTube频道订阅人数 最早突破百万的YouTuber 他拍摄了15年 被赞誉为YouTube界的长青树 他也在画山文化园区 办过10周年特展 投入了500万元 他去年重拍了当年 使他走红的影片 重新演绎当年 自治加拿大便如此的画面和台词 但与过去不同 现在的蔡阿嘎并未真的燃烧衣物 只是假装点火并笑说 现在小朋友会学 我们做个样子就好 回应其实是后期制作上去的 同时 他也翻拍了2010年 为杨苏君的黑瓦事件暴区的影片 他购买了泡菜和泡面 但不再像以前那样 冲动将泡菜丢进盒里 他直言现在动保团体很凶啊 又浪费食物 又污染河川 他也自嘲 如果现在还做同样的事 一定会被网友拿上网攻省 他表示现在怕爆炎 许多台湾网友看到新闻后也表示 还有棒球出中国后 欢会捡自己鞋子 笑死 一堆低级台湾人在跟风他的幼稚 砸东西烧东西 吃文革律卫兵吧 小英跟党认证的爱台十足 817就爱这位 庶民人搞笑 文老休闲小品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Main News 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